今天分享过黄油蒜香杏包固 过年吃这么多大鱼大肉 做完这道菜就适合了 分分钟做好吃的带子 关键不用担心什么高什么高 几元鸡买两条直一点的杏包固 将鱼切到像橡棋的厚度 太厚就很难熟 太薄又没口感 用筷子拿着切十字花刀 这样容易熟又容易入味 切太心断了就没卖上 多些蒜蓉用清水冲洗一次 这样可以去苦味炸时又没那么容易弄 煮之前调好备制酱汁 下生抽、海鲜酱、蚝油、黑胡椒粉 再下少许盐和松茸汁 一匙匙生粉增加酱汁的浓稠度 这些酱汁类似黑胡椒汁 各种海鲜或牛扒都很好吃 再切西兰花拌一下碟 现在我们开始做蒜油 中火炸到蒜蓉干身后下红葱头水 再下两块黄油真香到不得了 真香到隔壁村都可以闻到 炸到蒜蓉金黄薄薄脆就将它裹一裹 然后再用香到被的蒜油煎恨包固 记得用大火煎 可以快速锁住水分 煎到两边微焦硬身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调成中火将酱汁倒入去 刚刚才炸好的蒜酥、葱酥也倒入去 再下灯笼焦粒撞一下 最后拆一圈高度白酒或白蘭底烧一烧 超级有锅气 一个色香味俱全的黄油蒜香杏包菇就大功高兴 这道菜虽然不是海鲜 但四身有海鲜味道 四身爽滑清甜又入味 真是几蚊鸡的材料做出几十元的感觉 请人吃饭都好看又好吃 黄油蒜酥最后拌饭都好正 我是小咪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点个赞